这个学渣想和笑花一起吃饭 突然一盒牛奶砸在他头上 学渣扭头看了一眼扔牛奶的笑把 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只是帮笑花擦掉脸上的牛奶 殊不知这温柔的举动却惹怒了笑把 这个爱泡妞的学渣叫小周 是勇队的主力选手 主力和小伙伴器老师的选手 又想逃课是吧 现在呢是一名高三学生 对于特招生来说成绩那就是个球 这天小周因为和同学打架 老师把他叫进了办公室 翻阅着记录册准备叫他家长来一趟 正在这时敲门声响起 这是什么神仙颜值 小周看见顿时笑得像个痴汉 老师决定塞塞这个滚刀肉 先安排转学来的游泳池办理登记 他转头正好看到小周在撕掉老师的记录册 小周不好意思的笑笑似乎在说别告诉老师 他扭头就是一个白眼送给他 这时老师被叫走了 小周火速来到女神面前开始自我介绍 你叫游泳池 我刚好是游泳对的 直接就给他取了个外号游泳池 还表示有什么事搁罩着你 结果一抬腿才发现裤子居然破了 尴尬的小周灰溜溜地退场 从那天起 游泳池成为了我们的斑花 窗外全是外班的男生慕名而来 小周才是那个最为着迷的 对于泳池大家都很好奇 也有好多表白纸贴满后背 小周偷偷地帮忙都撕下来 泳池对于这种行为很是无奈 正在这时泳对笑草找了过来 他炫成绩想要追求小池 没想到他直接给笑草来了两记所侯 警告他离自己远点 小周看得崇拜不已 拒绝了冠军校草的邀请 小周他们两个决定翻围墙逃课去 他问游泳池想去哪里 跟我去小树林吧 小周瞬间压麻呆住 二次围的思想贯穿全脑 温暖的阳光 漂亮可爱的他 都让小周想要尖叫 正在他意淫的关键时刻 快点啊 还要回来上课呢 小周被叫醒了 他扭扭捏捏地表示 第一次就去小树林不大好 泳池让他往身后看看 我的个天哪 原来小树林是这个意思吗 小周瞬间压麻呆住 无颜见江东富老 他开启了尬聊吹牛模式 泳池则趁他不注意疯狂 撒辣椒好堵住他的嘴 拿起了串随手递给了他 小周结果吃了口 从这天起后他们成为了朋友 经常在小树林约会吃饭 如果有男生骚扰泳池 小周也会英雄一怒为红颜 帮他解决不必要的烦恼 也为了杜绝更多的男生表白 小周提出可以假装做他男友 泳池想想也就同意了 这天冠军又来找泳池 避免麻烦小周决定在游泳上战胜他 从此开启了他成神之路 每天晚上都要来管理练习 兄弟也配合地支持他 当然泳池也经常来鼓励他 在小周加班加点不懈地努力下 期末比赛拉开了帷幕 在兄弟和泳池的期待下 小周像离闲的剑一样冲出去 他在水中利落地转弯 像鱼儿近海般到达终点 着急地问着教练他弟弟 得知自己才第三狠是失落 二毛五的冰棍被塞进嘴里 在笑草无语凝噎中 兄弟羡慕极度眼神下 两人勾肩搭背地走了出去 原来有时输赢也不是那么重要 海水卷着浪花洒在海滩上 两个人踩着阳光席地而坐 庆祝着小周破纪录的成绩 泳池在为小周画着笑想 两人畅谈着以后的生活憧憬着未来 小周还耍起了宝 最美好的是他在闹耳他在笑 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少 这时突然泳池抱住了小周 却是远处使来了一辆武林红光 泳池面露惊慌 小周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 缓缓拥住了他 原以为是两人确定了一切 却不知道这也许是命运的波折提前来临 哭泣不止的女人 酒醉的男人 破碎的玻璃窗映照着小赤红肿的眼睛 他和小周目光对上的一瞬间 沮丧的小周回到家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泳池会有这样一个父亲 刚把自己扔到床上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他顺手接起电话 原来是泳池打来的 有的人真的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这个时候了居然还要去安慰小周 我爸一喝多了就这样 眼含泪花地说出再见 接着挂断了电话 霓虹闪烁中似乎已经有了结果 小周经坐而起冲了出去 大雨中骑着单车拼命地往女孩加胆 奔驰在雨夜的路灯下 似乎想抓住些什么 朦胧的细雨中 依稀能看到泳池和妈妈上了时往远方的客车 年少的爱恋往往无疾而终 而小周的青春好像也消失了一部分 看着泳池空着的座位 小周莫名地有些哀伤 常常想起他们曾经坐在街头 分享自己的小秘密 互相鼓励着要努力学习 有次两个人被老师突然发现 在细雨中狂奔肆意的年华 也有被小池发现他那些男生的小秘密 尴尬却又是那么甜蜜 还有自行车后座那个他 体验速度与浪漫的芬芳 可是这些都随着他的离去而没有了 小周这个怒火痴笑着在看什么 原来前方有美女 这谁看谁不会迷糊 你以为的双向奔赴 哈哈原来是小周在做梦 这时小周回神叫住了小池 他们再次相遇在大学校园中 原来在泳池离开那个城市后 小周又变成了那个颓废的少年 网吧中他是常驻将军 这天和兄弟去吃关东煮 羡慕着人家新买的手机 无意中在一所大学简介中看到泳池 激动地跑回家告诉爸爸妈妈 吵他要复读 憋着竟要考去小池所在的大学 他把电脑网线剪掉 把自己书架上心爱的图书 还有新款的游戏机 统统装箱封存 真的可谓是做到了头悬梁 学习资料堆成型 老爸都成了教育食材 每当累到想放弃时 看看泳池的照片 砸个核桃继续努力加油 学习累得不知道今夕何夕 从梦中爬起来问兄弟是不是考过了 作为主力体育生运动那也是不能落下 每天要和兄弟晨跑 还要定时的游泳锻炼 终于在忙碌而又期待中迎来升学考试 努力也许不会成功 不努力则是毫无希望 他终于来到了梦中向往的大学 想象中的场景没有出现 甚至小池都没有认出他 有些疏离的关系并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 他来到泳池专业社团报名 只为了能和小池更好的相处 小池却似有难言之语 这对于他来说不雅于惊天霹雳 美女拉拉队的颜值就是高 可惜混进来一棵树 看看那妖娆的身姿 真的是把路人都要笑抽 对于他的厚脸皮泳池真是大写的无语 原来这个酷帅的男生就是小池的男友 小池看到后也有点自愧不如 但承认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给他加油那是一点门都没有 看着他们那甜蜜的样子 只能由兄弟们们投来安慰安慰 泳池的同学对小池有点意思 他就直接来找他想拉个红线 这他能忍他就是个熊熊 他们两个争论时一个被追打的女生跑过来求救 小池上前就对欺负女生的男人一顿抽 两人安慰着想要送他回宿舍 没想到晚上公安却带走了他们 两人被带局里才知道 原来那个女孩是个骗子 公安以为他们是团伙诈骗 自己就是健义勇为啊 但还是留他们证明没关系后才会放走 在这里他们各自谈了下分开后的生活 原来小池来到大学时碰到了现在的男朋友 素不相识却又帮他良多 他很喜欢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的这个男生 也劝小周好好的进行训练 不负自己曾经努力 在这刻小周真的很无力 他不明白自己那么努力想要追上他的脚步 却在这一刻仿佛失去了意义 这之后的每天还是很努力的训练 经常游游荡荡地走在街头 实在想念小池时也要偷偷找个借口才能联系 今天不是过生日吗 在得知小池生日当天发烧 不能和男朋友去看烟花 小周觉得没资格的自己不应该说太多 然后偷偷买了好多烟花在校园天台上访 只是为了小池能够开心一些 原来花开也是有声音的 好多同学在这片璀璨烟火下纷纷表白 有双向奔赴的回应 表白成功地恨不得跳起 也有那得不到的情绪失落 小周一个人看看天空的烟花 再往下看看传动的人群 淡然笑着加入了他们 当看到小池随着人们一起歌唱 他大喊声生日快乐淹没在人群中 他希望小池多年后也能记得这个场景这份快乐 即使在他的画面里没有他 也希望这份美好伴他左右 这天小周正在图书馆里用功 突然他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发现小池的男友正在出柜 对着另一个妹子献殷勤 小周看得气愤不已 望着一无所知的小池还在和那男的浓情秘义 他冲上前把小池拉到一边 告诉他那人不怀好意 可小池却怎么也不相信他 小周看着他背影气得不行 他决定亲自下场打脸渣男 虽然赢得了比赛 可是感情不能用输赢来定夺 沉默过小池不再打架的他破了力 狠狠地把渣男打倒在地 从那一刻开始似乎两个人走向了不同的轨道 一晃几年过去了 大家有了各自的生活 小周也成为了一名职业游泳员 还新交了个女朋友 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哥们们都劝他早早定下来 但他似乎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某天小周走进咖啡厅 看到了许久不见的泳池和他男朋友 转头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在拍短视频 小池抬头也看到了他 他们一起互相加了微信 原来小池放弃了服装设计 当起了广告模特 就这样两人再次有了交集 多年后的他们又一起来到了海滩 他们互相分享这些年的生活 两个人都不曾忘记以前的美好 嬉笑打闹间好像回到了过去 希望这一次他们不会再次错过 两个人没有说话 但是又都暗暗的期许 游泳选拔赛就要开始了 小周特地邀请了泳池来观看比赛 这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谁知当天却下起了十年不遇的大雨 由于降水量过大许多车辆被堵在路上 小周很是忧心给他打去电话询问 但是明显情况不是很好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小周的哥们们也来给他加油 可他自己情绪却很低落 想到小池会有危险他忧心忡忡 在比赛开始的最后一秒 他跑下跳台退出了 在大家和教练诧异的惊呼中 拎着衣服冲了出去 在大雨中他焦急地寻找 什么也不能阻挡他们 小周上前紧紧地抱住了泳池 拥着他就像有了全世界 这次他们不会再错过了 笑得这么温文尔雅的小周变得成熟了 是修成正果本果了吗 这是什么品级的狗粮这么成 可小周那有些遗憾的表情明显不对 美丽的新娘手捧鲜花走向的却不是他 小周眼含泪水转身默默离场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这不是典型的新娘结婚了新郎却不是他 原来在那个大雨磅礴中 小池转移话题般地拒绝了 想要赶回赛场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正在这时小周一抬头 看到商店的广告牌子掉落下来 他扑倒了小池自己确壮的婚迷 小周为了救他住进了医院 哪个女生也顶不住为了他奋不顾身的男生吧 更何况他还喜欢这个人 就这样他们开始建造他们的爱潮 每天不是挤公交去上班 就没事撒撒狗粮 重拾服装设计的小池也很忙 于是小周就成为了家庭主夫 他还在养伤期间当起了临时教练 他们每天过得都很幸福美好 每个女孩都有个婚纱梦 渴望安定而又幸福的生活 拿出了他准备已久的融合 小周接过来打开一看 一对素银戒指静静躺在融合里 朴实却又那么珍贵 小周郑重地拿起套在他手指上 说着以后谁都不许摘 为此还幼稚着拉拉钩 盖个章都说着永远不许变 他们幸福地依偎在一起 却忘记了生活中的琐碎麻烦 很快小周去医院做附件检查 医生对他们说 恢复后正常生活没影响 但是想要成为职业运动员是不行了 两个人都呆住了 小周回去的路上很是失落 面对永迟的关切一言不发 他干起了给游泳馆发发传单的工作 可大部分人却不大感冒 面对挫折他也很无奈 那些生活中的琐碎 也渐渐地让他开始烦躁 脾气也越来越不好 打开电脑也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 边喝酒边看着游泳比赛 又晃了晃受伤的胳膊 心里面那一丝丝不甘放大了数倍 小周拉着他来商场想给他换季买衣服 小周又怎么好意思要女友花钱转身就想走 又被永迟劝说着去试换 没想到衣服居然是小周设计的 而且公司看好他的才华 准备送他去米兰学习两年 他很失落又仿佛带着点嫉妒地说着让女友去 晚上朋友们聚餐说到其中一对要结婚了 朋友起哄着小周他们也定下来 可是囊中羞涩的小周连个像样的婚礼都给不了 小池解围说着我们还没计划 小周却开启独嘴模式讽刺大家 因为小周的话大家都闹得不欢而散 天台上永迟安慰失忆的小周 大胆地对他说 要不我们结婚吧 小周却说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更何况像样的婚礼 转过身一个人落寞地走了 不久后小池的父亲也走了 父母失败的婚姻似乎也昭示他们的离别 朋友们也来参加了 小周和他们似乎也和好了 他和兄弟说如果毕业后不遇到小池 是不是生活就不一样了 朋友说他现在后悔晚了 其实他只是怕有一天自己会怪到小池身上 你后悔了吗 他想跟他解释不是那个意思 永迟和他说 父亲就是把一辈子不得知怪罪到了母亲的身上 他不会因为困苦的生活离开 却因为他的态度让他心生绝望 小周不停地安抚道歉 可是一切终究回不去了 他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也许这样对彼此都好 没有小池的日子他很颓废 灵魂都感觉没有了寄托 小池临走时留了封信给他 信中希望他的离开能让小周为自己而生活 他收拾起了旧物决定好好生活 就这样小周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没想到他一个天天逃课打架的人 还当起了孩子老师 面对这帮不听话的学生 真真的体会到了曾经自己的老师有多头疼 回到办公室里的他 看到了游泳池寄来的婚贴 你们有没有为了爱情不顾一切 有没有拼了命去追逐对方的脚步 爱情里不是只有甜蜜 也会有无尽的琐事 还记得当年做过的那些糗事 小周来参加他的婚礼 也是为了他们的爱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希望以后他们都要幸福下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会